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看到昨天克拉克來到台灣的時候 其實國民黨有好幾個立委 他們跑到了機場跑去抗議 就說美國人不可以賣我們這個 還有萊克多巴胺的美國豬 可是在這個時候 其實國民黨的黨主席將起承 他已經定調了 定什麼調 定了國民黨的路線這個調子 他說美中台三邊關係 國民黨的立場是親美和路 而且他們已經要跟AIT約見面了 那很多人的反應是說親美和路 為什麼還要講路 是美洲大陸還是澳洲大陸 怎麼連中都不敢講 好那你要和中的話 是中不跟你和啊 你拼命要去跟人家和 這件事情也很奇怪 那在這個路線已經確定 是親美和路的狀況底下 在美國的貴賓來到台灣 然後國民黨跑去抗議說 不可以 所以美國人你不可以賣我們 萊克多巴胺的美國豬 這件事情會不會有一些失禮 我覺得這個東西倒還好 還好 我們拿美韓關係做借鏡 記得那時候這個 美國牛肉要進口韓國的時候 我印象非常深刻 台灣各大報紙都看出來 就是說當初簽訂FTA之後 相關的進口所引起的抗議 在韓國是非常的激烈 非常激烈 燒啊什麼的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的這個 同樣是亞洲 韓國這麼兇悍 韓國人超激進的 超激進的 我怕一下 我去逛街都很怕遇到韓國抗議 我也是去首爾海 遇到它的這個政治的抗議 真的是很威 但是呢就是相對奇怪 底下呢 我們來看這美韓在這個 軍事跟經濟上的這個同盟 也算是亞洲 除了日本以外 數一數二緊密的一個國家 換言之呢 對於這個國內 包括這個食安 或者是說產業衝擊的部分 它是可以分開來看的 尤其美國又是一個民主國家 其實它對這種 其實現在在台灣 相對溫和的一種表達 對於瘦肉精豬肉的 這樣疑慮的這樣做法 我認為在一個民主國家 是可以理解跟接受的 那我們所需要的 去表達的也只是說 希望在這個審查的過程當中 不要太單邊的開放 而應該要有一個整體的 一個討論作為 換言之其實如果站在 這個整個國家的立場 而不是只是在野黨的 這個攻防的立場的話呢 其實這也是為我們的行政部門 去爭取很多所謂的籌碼 行政部門可以告訴我們說 你看真的這個 你看不只是這個 民意確實有反對的聲音 所以是不是可以給我們 多一點點的deal跟條件 去保護國內的產業 就黑白臉的概念 或者是說 這個內臟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就不要進口 就單純一點進口 豬肉就好了 我覺得我認為這個東西 站在整個對百姓 或者是國家的程式來講的話 不見得是沒有幫助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的疑問是說 如果真的要做一個黑白臉 這樣子的設計的話 我們要來看下一張 跟美國人表達這些意見 不是應該要跟AIT的官員 去表達嗎 那為什麼又跟AIT約了半天 民進黨的這些早就已經吃過 一個禮拜前就已經跟AIT 見面吃飯了 好啦 約半天約不到國民黨的 那國民黨的講法是說 英文不好 趙欣 這個是純粹傳出來 我們已經正式否認這個了 因為AIT的人中文都非常好 像我們今天來講的 那個古力言Greeny 她才是台灣人 她中文好到不得了 我自己本人都去過她的官邸 跟她吃過好幾次的飯 我們大家聚會 所以這個傳出來的東西就是很簡單 人家中文好 我們為什麼要擔心自己英文不好 不是啊 這個是國民黨立委自己說 那我還不如去刨花 沒有沒有這個是傳出來 後來他們都否認聽到有這種說法 可是人講的所以 這個是 是假的 沒有沒有沒有這個東西 那到底什麼時候才會亂傳 另外就是說 其實AIT跟這個國民黨 包括是立委 包括是黨部 一直都有持續的 而且常態的 大家要保持見面 可能是一季 可能是一個月 那我們都很熟 所以這個都不會琢磨在這邊 而且不應該怎麼在吃飯上 而是看實際上呢 國民黨跟美國有什麼進展 比如說這一次我們的主席蔣啟臣 他就親自參加了 美台國防工業會議 這個才是很重要的一個會議 你以主席的身分親自參加 就是表達了對美國跟台灣相對的 這些軍事合作的一種 非常大的一個重視 那坦白講 過去幾年 國民黨在推派的層級之上 確實也不會說到了主席的層級 所以他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進展 我們應該是要看這個 其高度肯定現在台美軍事 一定要肯定啊 這件事情是 就他一直覺得說 我們好像覺得均勾 我們就要反對 沒有的 這個美台之間的這種相對的 我們講合作關係 無論是誰執政 都是一定會持續的 我覺得趙欣很不錯 如果國民黨每個人都可以 像趙欣一樣 這樣子的論述 我覺得其實對台灣整體而言是好的 可是問題就在於說 因為國民黨裡面有太多不一樣的 奇奇怪怪的路線 那放在這個民眾 要一一檢視的這個狀態底下 就會看到說 江啟哲一邊去參加這個 美國這個 美台軍事工業國防會議 然後去肯定這個 美國要軍售給台灣 七項很厲害的這種武器 可是國民黨內 又會有另外一種聲音 美國在銷庫存啦 賣我們很貴啦 然後蘇琪又說 美國的潛艦根本要破銅爛鐵 也就是說 會讓人感到好亂喔 那所以你們到底是怎樣 那如果你們現在 我們去參加這個國防會議囉 這個其實是跟美國關係非常好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 不好意思喔 AIT你跟我約我 我很難約 我時間很滿 就是說路線上面看起來 不是那麼的一致 這些這件事情 我覺得會造成民眾 在判斷我要支持哪一個政黨的時候 的一種選擇上的障礙 其實這個應該就是說 我們在路線跟這個解釋之上 要有這個層次之分 就是我們主要的大的原則跟架構 是樂見 那到底什麼時候約成啦 但是這個很快 AIT這個飯到底要不要吃 這個禮拜因為是那個次親來 他們都 那個不是這個次親 是次國務卿 克拉克次國務卿來 坦白講這個禮拜AIT 是非常的忙碌的 所以我們大概是會約在下個禮拜 下下個禮拜 基本上都是很OK的 而且跟大家講 這不是第一次 這只是一個持續性的會面而已 我其實知道就是說 其實AIT跟台灣政界的聯繫 聯絡是頻繁的 只是說這個新聞一登出來之後 大家就會開始關心說 那所以約到沒 因為民進黨的很早就約到了 那所以兩相比較一下 我認為對國民黨難免會造成一些傷害 這個我承認 這個就是說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 處理這個新聞 沒有讓他可能政治上面的一些 或者謠言 或者八卦這個效應 沒有很清楚的去解釋它 因為到現在真的還沒約到 所以造成了很多這種 就是跟事實不太有差距的一個解釋 這確實我們是一開始的時候 沒有去很清楚的告訴大家說 這個整個約件的過程是怎麼樣 可是現在如果跟大家說清楚之後 再加上我們講說美台國防工業會議 這樣的一個事實 基本上就可以稍微的去澄清說 過去這些東西 其實大家是這個劇透 或者是這個腦補的成分 腦補的成分居多 好啦就是國民黨很會拖多時間 結果拖多時間的這個下場 是如何 力竭幫我們做了一個網路上面的整理 好 那在就是求和說之後 就是之後呢 KMT回頭又找AIT 那網友們的反應 其實大部分其實是按笑臉的居多 大概在87%左右 這也剛好 太剛好87% 87% 但是有點85 好 那接下來的部分的話 沒有87.87 那就更好笑了 是85 好 那這當中的話 其實兩個主要討論點的話 網友就覺得說起程轉合了 就是轉合 我覺得這個超經典超好笑的 網友真的很有創意 對 因為網友們就是其實在網路上 非常的有非常多的素材可以使用 再來就是英文不好這件事情 因為爆出了英文不好這件事 那大家就說那可以去找韓國瑜 對齁 他開雙語學校 是 英文應該很棒 然後再來就是其他的部分 就帶來滿多 那就是其他比較有趣的 就是成語創作 因為網友其實在很多地方 他都會有一些成語創作 尤其是比較熱門的議題 所以這代表著就是大家去找KMTV 找AIT這件事情 其實在網路上其實是有話題的 所以網友才會去做一些相關的創作 那像是江郎財經啊 其實有磁力等等的 因為畢竟就是整個國民黨的黨主席 還是江啟成 所以大家還是會以他的名字 來做相關的創作 其實江啟成是流媚的 他算是一個知美派啦 就是說這也可以給國民黨一個好的經驗 好的經驗是說在處理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速度感要有 要有快很準這樣子 才能夠避免說你接下來這些搓陀的時間 反而會被這些網路上面的民眾去 再酸一把 再嘲笑一把 然後一旦印象已經定下來了之後 你就很難去扭轉那個既定的印象 這個大概網上都有一些嘲諷 或者是風趣 詭諧 但是有一個這個江郎財經 我們真的滿缺錢的 歡迎支持者 支持者真的可以多堅決給我 趁機打廣告 趁機打廣告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節目突然間 變成國民黨的要捐款 很辛苦 拜託大家 要捐款請打費一次電話 接定器 好啦 我要請教一下慶豐 就是說在這個事件上面 國民黨現在能不能夠說回頭是岸 這件事情對於國民黨 在台灣接下來要持續爭取選票 你覺得他們的立場是踩穩的嗎 是不是也給他們一些建議 就是裡面至少不要有那麼多奇奇怪怪的 奇怪的言論 我們是不是願意期待 因為終究台灣這種政黨輪替 也算是常態 期待說國民黨在處理對外或對內的事情 是可以更正常一點 比如說我們之前應該都有聊過 如果說在這個共機的這個侵擾的次數這麼頻繁 然後軍演也這麼頻繁的情況之下 碰到了類似像海峽論壇這樣的事情 內部還得在那邊翻來覆去 翻來覆去 那其實下一次如果有類似的情況 其實就可以很容易判斷 那當然碰到像跟這個AIT的見面這樣的事情 它是在一個氛圍 它不是單獨見面 大家都剛剛有聊過 AIT跟國內各主要政黨的接觸是持續的 可是為什麼這個會成為一個話題 因為在這麼重要的時機 美台關係全面升級 然後也有重要的觀點來訪 也有美豬議題的時候 國民黨態度也是一樣翻來覆去 如果可以很簡單的說 我們會見面啊 就在三週後左右見面 事情就不會被人家說來說去 而且張先生剛剛那個 應該委員們還是有接受媒體訪問 才會說出跑行程比較重要這樣的話 對 他要回去跑出去 跑出去只是沒有約好一致的時間 你看這個呂委員跟馬委員 他們都是選區的委員 而且馬委員他在南投 所以他可能真的是那個行程就是沒有強調 那是選區 就沒有約好 但是只有兩塊 一塊是一個對 因為終究你不管是對中國的這個態度 或是對美台關係的這個部分 做一個成熟的政黨 我想都是要去學習 讓民眾可以理解 那如果說事情你剛剛聊到說 民心或是選舉 這也是一個大哉問 延續剛剛聊到過 不管是親美 親中這種討論 因為坦白說 民眾會搞不清楚 會三不 三不說國民黨到底是 到底 對 你現在到底是怎樣 就心口有點不太合一 對 如果說 如果說因為張錦誠是留美的 過去被認為是支美派 那也出席了台美 國防工業的相關的這個會談 可是有一些動作也是代表黨的 譬如說 譬如說 透過這個執政縣市的首長 帶頭要去簽這個反美租 這是很明顯代表黨的 對 客人就已經來到台灣了 對 客人就要來台灣了 他是這樣做的 因為或者是說 你基本上 你透過這個地方縣市的黨團 議會的黨團 去主張說這個自治條例要改成 地方不可以放萊克多巴胺 那同樣的這個飲食 強調說要食安 同樣的約束對象裡面 不去碰美牛 都會讓他覺得 你今天到底在幹什麼 邏輯就是不通 那難免就會被解讀 像我就不會這樣做 因為我們常常會見面 你難免就會被民眾解讀 因為我們有各自各自的支持群眾 大家就反正你就找藉口 你們就是為反而反嘛 對不對 你基本上就是 就是親中現在難看 所以不如就反美 這種東西就很難撕掉 人家撕掉民眾這種標籤 我舉個例子 就是其實朱立倫比較機靈 美豬這件事情 最近都沒有聽到聲音 從頭到尾沒有說任何一句話 沒有聲音 你去划朱立倫連書 沒有聲音 完全不敢講這件事 對不對 給國民黨參考 柏陽 年輕人怎麼看 國民黨新路線 親美和路 年輕人買不買單 我覺得很可惜一件事就是說 國民黨讓我的感覺是沒有台灣最大在野黨的樣子 比方說小英在上次禮拜五下午四點的時候 記者會是宣布說要來開放美豬嗎 那我們台灣基進其實在三點的時候就馬上發聲明說 除了這個美國部分之外 跟日本的CPTPP也要馬上來簽署 對我們來講就是說我們現在是一個 離開中國的時刻 我們要比賽誰跑得快誰跑得準 那誰跑得最狠 那重點是你要讓台灣 對你要讓台灣內部的人感覺到安心說 這個政府是帶著台灣正在往一個全球新的供應鏈的方向去走的這個路線 所以我覺得從國民黨這一個月的表現 除了江啟成參加這個工業論壇之外 其他的表現我都會覺得說 很像像新黨這樣子一個很邊緣化的小黨來做的事 但可是你是最大的在野黨 看起來沒有給我那種感覺 那再來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在美豬的操作就像剛剛那個清風主任講的一樣 就是說你會讓基層的民眾會覺得說 你如果真的在意實安的話 你應該是全面性的來做一個通盤的檢討 而不是說只針對一個美豬 那當然包含說他們台北黨部 昨天有到機場去對外賓做抗議 前陣子呢也有對這個捷克的韋德奇議長 來到我們立院的時候 也有做相關的這個抗議 抗議大將陳玉珍 對但是你要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說 這些抗議其實他們的新聞性跟討論度 其實都相對的不高 所以其實可以得出幾個結論 就是說可能第一個民眾真的 可能有些人在意 但是說他的討論度真的沒有這麼的高 那這個時候你應該就知道說 趕快來轉換一個路線 不管你是要做政治上的操作 還是說你想要在台美關係上能夠得分 讓大家覺得說 其實你比民進黨更了解所謂的 對外的國際關係 因為我們要知道國民黨 中華民國政府過去是國民黨掌權 他們在國際的關係 尤其是對美國的這個外交關係 是比任何的在野黨都還要來的好的 可是怎麼會落到今天這個地步 這個是我覺得國民黨自己要去思考的一件事 那再來就是說 可能要聽這個柏洋講鼓一下 然後就是在過去呢 其實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說 在全球的佈局上 當時美國為什麼說亞洲四小龍 是因為美國他所謂的抓兩頭放中間 他們抓品牌跟銷售 中間的生產端放到亞洲四小龍來做 所以當時全世界是一鍋風的擠進亞洲來做生產 但現在的問題是說 大家一鍋風的要離開亞洲的時候 台灣當然要在這個時候趕快趕上 這種離開亞洲的浪潮 所以剛剛我才會提到說 美國提出了乾淨網路計畫 跟經濟繁榮網路 這兩個東西 對台灣來講現在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個乾淨繁榮網路 繁榮 sorry 經濟繁榮網路計畫 他其實有提到幾件事 他說第一個 要推動生產線全面移出中國 第二個是 參與這個計畫的國家 他會要求說 一定程度上不得與中國來做合作 那也就是說 美國必須他想要透過這個計畫 重新去主導新的世界秩序 那台灣過去我們很常講國際觀 那最後在馬英九八年的時候發現 國際觀都是鎖進中國 叫中國觀 那現在我們是不是應該 重新在小英執政的時候確認 我們的國際觀是 除了中國之外的其他的國家 這個東西非常的重要 那我覺得這一次也是 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讓台灣人知道 因為我們過去其實很常就是 被國際排擠嘛 那這一次真的發現說 原來台灣可以參與國際 而且很順利 那我覺得這東西 我們應該要持續的去把握 的確我們火速的來看一下 這個是最新的民調 新新聞公布的 他們在這個禮拜做了一個民調 就是說 美中兩大強在打架 台灣人如何的選編 事實上你看到這幾個 同意美豬美牛換BTA的 其實差不多有一半 能夠接受中華民國台灣的 74.5 對美國有好感的61.6 美中衝突維持中立的 有七十二 最好當然是啦 但是這種選項其實不多啦 就是維持中立 對中國反感的超高67% 認為川普會當選的也過半啦 就是說這些數據其實某種程度 可以提供給這個 國民黨做一個參考 就是說我會認為腳跟站穩的 你選擇了路線之後 你就要心口合一 往這個方向去做 這件事情會對於未來 你要在台灣持續的要選票啦 然後要發展 我覺得才會比較多的幫助 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節目現場